扎姆斯他不是光有天赋 但是技巧本身也极其卓越 你很多人一直有一种严重误解 就是什么 扎姆斯是一个技巧非常卓劣的运动员 绝对不叫卓劣 你这怎么能叫卓劣呢 啥也不会啊 突破光是一审见证啊 那一个大拉怎么没打成扎姆斯呢 对不对 一个大拉体格也不差呀 其他很多运动员 天赋本身也异禀啊 维基斯怎么没打成扎姆斯呢 这说明本身技术还是超强 尤其全球柴火 篮球智商 四野大局不稳 这都是才华能力 而且三分球 扎姆斯其实一技联盟啊 他就是中距离不擅长 确实联盟当中有这一路眼 比如说塔通就是 塔通是长于三分球 短于中距离 就中距离他确实头就没有那么稳 他不像梁纳德啊 梁纳德中距离有大量极高的产量 塔通没有 起码上下机短暂来看 这点上还没有充分得到开发 扎姆斯的中距离不准 三分球谁说不准 三分球其实扎姆斯整个真相比 科比都准 就这种东西就容易出现 一种误解性的偏见嘛 张伯斯有了二尔其实 就是远色这块多少有点 肯定达不到一种 十足绝对的威胁 这点也不太够 但三分球多少还是能投